石本民夫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川普回應了 這個疫苗跟這個新藥的發展 會影響到今年的年度的疫情的發展 所以美國內部的變數 今年很大的變數 仍然是疫情 疫情改變了經濟 也改變了政治 改變了川普的選情 但是同一時間 疫情也改變了中國的內部的 這個政治壓力 那全世界事實上都在觀察 國際媒體經常把習近平跟史達林 放在一起類比 前兩天的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歐布萊恩 他在這個媒體出講 說習近平就是史達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 當然習近平自己把自己比做毛澤東 但是說就是這些獨裁者 他們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共同點 也有不同點 我覺得這個習近平和史達林相比 是一個蠻有意思的 這個圖呢 這個叫中國叫吳偉人 馬恩列斯茅 這是在我們我小的時候 我在中國的時候 所有的學校的什麼校長師 所有的政府機關 都這個毛澤東稍微大一點 都是一樣大的照片 百五個 馬恩列斯茅 然後我 等等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這個是你小時候 在中國認識的吳偉人 那這個當然是毛澤東 對 馬是馬克思 就是寫共產黨宣言 恩是恩格斯 烈斯烈寧 再來是史達林 對 好 所以你們稱叫做 馬恩列斯茅 是吳偉人 改變世界吳偉人 吳偉人啊 然後我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 上小學考試面試 他就讓把這吳偉人的照片 認出來還擺順序 他是按照年代順序嘛 那我們小孩子不懂啊 就要考試之前要準備啊 所有記的大鬍子大鬍子 沒頭髮小鬍子沒鬍子 然後就把這個五個人記住了 但是兩個大鬍子長得有點像 有一個頭髮多的 一個頭髮少 頭髮多的 就是用這種方法記的 這是中國的宣傳的 共產主義社會的五個偉人啊 但是其實很有意思就是說啊 這個史達林呢 其實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的時候啊 就是他死亡以後 後來小福就把他否定了 就然後就把他全部否定了 然後把他的肅反 他清除政敵 殺了好幾百萬人 上千萬人的 這些東西全拿出來 但是說呢 毛澤東不同意 毛澤東說要三七開 而且只有中國沒有否定史達林 然後呢 習近平是接受毛澤東的教育嘛 所以說史達林在蘇聯 特別是蘇聯的解體之後 史達林做的所有的壞事情 再次暴露出來 這個時候呢 習近平他們還沒有否定 所以史達林現在在國際社會 已經完全變成一個魔頭了 但是習近平呢 還認為他是一個偉人 然後呢 習近平多次的講話之中呢 說否定史達林是歷史虛無主義 他到現在為止 現在全世界 包括他們 俄羅斯已經不保護他了 已經否定他了 只有在中國 還把他當作一個人物 正面人物 來去評價的 那麼呢 其實呢 我覺得在這五位人呢 毛澤東如果歸類的話 毛澤東跟列寧算是同類的 為什麼呢 他們兩個都是創業者嘛 建國者 然後呢 他們呢 自己的威望也很高 另外影響力也很大 另外一個呢 他當時跟全世界對抗 還沒有實力 那麼比起來呢 確實史達林和習近平比較像 為什麼像呢 就是說他們屬於竊國者嘛 就是說竊取了這個創業者的果實 然後把自己當作皇帝一樣 然後發就是肅清自己的政敵 用非常強的手段 然後呢 對外擴張 然後呢 史達林是主導了這個東西的冷戰嘛 習近平現在主導了中美的對抗嘛 這點也是比較相似的 那麼在於這個整體上呢 全世界呢 怎麼說呢 20世紀有三個魔頭 三個魔頭就是 希特勒 史達林和毛澤東 這三個魔頭呢 做法都不太一樣 希特勒呢 是用自己的國家的軍隊 去屠殺別的民族 去猶太人或者是波蘭人 周圍的民族 然後呢 史達林呢 是用自己的國家機器呢 屠殺自己的人民 那毛澤東呢 是讓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人民互相屠殺 這個是一個 就是文革的時候 所謂的那些武鬥 就是在重慶的武鬥 就是那些把那個軍工廠都打下來 他武器都掏出來 拿機關槍啊 什麼大炮互相武鬥 紅衛兵之間的 死了很多很多人 那其實毛澤東認為 天下大觀 形勢一片大好 這是毛澤東的做法 但是習近平呢 很顯然他沒有像毛澤東 這麼強的影響力和這麼混亂的邏輯啊 他的做法有點像史達林啊 他對新疆 對少數民族 包括對香港 以及他剛上台 對黨內的周永康啊 許才厚 這些人的手法 基本上和史達林是比較相似的 但是說呢 我覺得這個史達林呢 他就涉及把這個蘇共 變成一個黑社會式的 一個恐怖的集團 那習近平也是變成中共 現在我覺得中共要比 當年這個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時代 有更像黑 完全變成一個黑社會組織了 那麼其實中共 史達林的蘇共 現在已經沒有了嘛 那麼習近平 這個中共呢 前不久7月1日是中共建黨99年生日啊 然後呢 新華社發的稿子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中共黨員啊 現在是9191萬4千人 哦 這本數字爆出來了 我覺得這個字 我覺得很奇怪 那個4千應該不要的 這個念起來是9191死 就要就要死的 大家我覺得 這是裡面是不是有高級黑 在算計咱們 這共產黨啊 另外一個我覺得 這個習近平 這個美國人說習近平是史達林的話 史達林是在蘇共第20大的時候被徹底否定的 哦 那麼馬上中共20大 2022年就要召開了 對 所以說這會不會有歷史的巧合 我們拭目以待 那我請教你哦 去年的這個達沃斯論壇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這個金融大鱷索羅斯 他就直接在論壇上公開講說 習近平是自由世界最危險的敵人 對 當年他們也是這樣看史達林的 對 當年他們也是這樣子看這個希特勒的 那當然現在的習近平他擁有的中國的國力基礎是不一樣的 就是他的經濟力 他的軍隊 對 今天我們看到日本媒體去算了 過去30年解放軍的軍費成長了44倍 對 所以他們認為解放軍的部隊其實也是一個超級部隊怪獸 怪獸機器的 因為膨脹的很快 所以今天的中國 他所同時擁有的經濟跟軍事的實力跟基礎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有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說呢 同時如果說史達林或者希特勒的時候 他的軍隊 他的命令可以讓軍隊所有軍隊的箱口對外 是非常團結的 他自己的威信也很高 那麼今天習近平 他的軍隊是對付自己人 對付自己的國民的 有很大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那今天的解放軍也很多年沒有對外打仗過 沒有對外打仗 但是他對手無寸鐵的這個國民是很多的 基本上是鎮壓自己的國民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些解放軍什麼時候槍口中他 他也很擔心的狀況之下 所以說這個他雖然是有很強大的軍隊 很強大的國力 但是說他有更大的內憂外環 這個吳伟仁 我來補充 他有另外一種分法 馬克思是聖人 毛澤東是偉人 還少了一幅照片 鄧小平是強人 就是說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裡面 馬克思他跟神一樣 就是說因為馬克思很簡單 在政治上他沒有殺過自己的人民 他也沒有整死過正義 他是思想家 他思想他聖人 所以共產黨員常常講一句話 就你死了以後 你終於可以去見馬克思了 他跟神的地位一樣 真的假的 跟基地屋土要見他的上帝一樣 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嘛 他們是 所以說不可能說死後回到上帝的懷抱 是死後回到馬克思的懷抱 真的啊 這真的是 他們常常講這句話 然後現在的習近平 從今年開始 我注意到中共中宣部 已經把他提到聖人的地位 21世紀的新的馬克思的 這個理論的發展者 所以他已經不是說 超越鄧小平要跟毛澤東比 我看不是了 中共中宣部已經往上推了 要跟聖人比了 馬克思比了 就要這樣子造神大內宣 那造神大內宣才能維穩嘛 你小時候有背過這個嗎 當然有了 馬恩列斯矛 這個 那以後就叫馬恩列斯矢 馬恩列斯矢 或者馬恩 馬恩列斯矢 好 我們稍後回來